大家好 我是打假漢將 然後今天韓國人又來到上海 那今天是一個平日週一 然後我剛好這次來上海工作 因為我真的很好奇 在此時此刻平日的上海的街頭 到底有沒有人潮 我們當然不是說把一個地點 好像這裡有人潮就代表 唉呦這裡經濟很好啊 這樣也不客觀 但是各位理性的態度 是放在一些沒有被黑的地方 那大陸的狀況可不是這樣 大陸被一堆反農分子造謠啊 胡說八道 所以他們也造就了這個非常低的標準 那如果今天上海有人潮 那不就證明黑反農分子胡說八道 愛胡說八道 那就是怎麼樣 就等著被我們打臉 那我們就來看看上海的街頭 有沒有人潮 那也順便來看看 因為綠美啊 一直想要把來大陸旅遊塑造者很可怕 那有些綠蛙就說誰要來大陸 所以我順便來看看 現在上海的遊客 有沒有外國人 那如果照他們所說的話 應該現在也沒什麼旅客來吧 怕講錯話就被抓 是這樣嘛 那我們不要不多說 馬上來帶大家看看吧 Let's go 各位 這真的是禮拜一嗎 我敢跟大家打包票啦 此時此刻 台灣沒有一個地方 比這個人潮還多的啦 當當車也是滿座啊 來 各位 平日 週一沒有任何假期的上海 當然他的人潮絕對不會像是假日 那種爆滿的狀況 但是啊 你可以很明顯感受得到 也不像反中頻道講那麼誇張 老外都在用這個所謂的 機器人現磨咖啡啊 因為這個韓國人很久之前就有拍過 所以已經放在這兩年多 他現在又更新 很多老外都覺得這個很特別 有些人說人潮不一定代表前潮 沒有錯 但是你沒有人潮 根本就也沒有前潮 我就覺得這是很奇怪的講法 好 你硬要去形容經濟不好 那為什麼今天 也是有排隊的店呢 我覺得如果今天大家要理性討論 你說好 這個是不是產品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這個成分會比較高啊 要不然世界那麼多國家 為什麼很多都渴望 大陸來的這個旅客呢 對不對 根本是我們之前疫情 有時候有一些假日的人潮 因為之前 韓國人疫情就是在上海 做這個隔離啊 真的當時待在浙江 近一個多月啊 記憶猶新了 然後現在截然不同 你看 超多老外 然後近期坦白說啊 真的有好多外國的博主啊 不管來上海來北京 因為他們有一些啊 也跟韓國人現在一樣啊 也在做打假 他們也會說一些 他們國家怎麼樣 怎麼樣對大陸抹黑 然後他們怎麼來這裡 跟想像中完全不同 你看 各位 一堆老外啊 真的 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講 都比台灣的老外來的多了啦 最近上海的狀況就是一堆老外 而且人潮啊 尤其假日啊 千萬大家要注意 能避免來這種地方 就避免來 要不然對你的旅遊體驗啊 會有影響 這個逛起來人潮會非常的多 哇 而且各位 真的一陣子沒來啊 像上次我最後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 現在上海好多這種電視的屏幕啊 它整個蓋在他們這個商業體上面 然後一整排 完全跟過去又感覺不同了 這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大陸在疫情時間啊 也是如火如荼 很多該更新的就趕快更新 不要是說啊 沒人潮 就擺爛在那裡 所以你看我一陣子沒來 就一來 嗚 屏幕啊 真的是越來越多 是一個很魔幻的城市啊 你看 那整個屏幕 它是這樣一整排 然後再結合這一家的這個招牌 都是這種動畫的模式 上面更可愛 還有奴役一些大陸人啊 假裝同像啊 慘絕人寰你看在上面啊 今天我們就往前面走 走到這個外灘啊 給大家看看現在最新的狀況 其實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錯覺 我覺得它這裡的綠化整體啊 又有更新了 可能它已經是更新一陣子了 確實跟我上一次來的感受不太一樣 或者是我之前沒有仔細看 今天啊順便也是給大家介紹 讓大家來玩 也有一些心理準備啊 像這個南京東路站 1號出口 就可以到南京東路 非常方便 而且我真的不懂這些人潮從哪裡來 哇然後真的靠近外灘啊 哇原來大家人潮啊 都集聚在這 不可思議 像我跟你們講 有些朋友就說 啊日本 他們這個旅遊景點 平日人潮也很多 確實 但我覺得因為日本的街頭 真的很小 南京東路一小撮人 擠在那你就會覺得很多人 它的容積量 真的跟大陸完全截然不同 哇 我還是最愛 收集跑跑馬 像這間跑跑馬就很多 可能在外面買不到 因為現在連日本啊 都有好多間跑跑馬的店 打假打到 在逛公仔了 因為這家我每次來都必逛 好 各位 我們快走到外灘了 每次經過這一條 就看到華為 連平日都警察都要出來 這個管理秩序了 我那時候去西門町拍 我就一直覺得我一定要公平 因為我畢竟是平日的晚上去拍 要做一些這種類似城市的這種 觀察 一定是上海跟台北做對標 我那時候在想 上海會不會平日沒什麼人 對不起各位 我又錯了 各位抱歉 我剛想來華為看一下 因為這個BRD發布完 華為的這個問界M7 又有發表 然後價格也非常的逆天 28萬多 那我們說整個落地 就算他29萬30萬差不多 其實韓國人現在真的對於問界 還蠻喜歡的 如果真的問界可以分級 我有在考慮在大陸的人生第一台車 可能會買問界 但是這次BRD那台 真的單純算是代步的話 我覺得也蠻心動的 因為太便宜了 他只不過會不會這麼看 噢 哇 還跟我說他們上海本地的是不太來這裏的 因為他們覺得禮拜一人潮還這樣子 真的太誇張了 難怪啊那些外國的博主來到這裏會覺得衝擊那麼大 各位 哇 到外灘了 唉呦 好久不見的外灘 今天天氣超好 這些建築好像就在我前面一樣 好像很近啊 哇 這個沒有自己親自禮拜一看齁 你都不太敢相信 禮拜一的外灘 唉呦 好誇張 這是假日 哇 那假日一定更誇張 全是人啊 唉呦 綠蛙來發表一下你們的想法吧 還是你們覺得這些人是要集體跳黃埔江 當然有很多外國人啊 那很多老外來這裏也是要來這跳江的嘛 自己國家沒有崩潰的那種氛圍要來這崩潰嘛 最近啊 我覺得杭州啊跟上海 真的就是最舒服的時候 而且啊 也是旅遊淡季啊 幾周後 暑假來了就可怕了 好 OK 各位 這就是今天韓國人啊 週一大平日 大淡季 帶大家來看看啊 現在上海的街頭的人潮啊 那當然啦 我這樣講 接下來綠蛙又會說 韓國人你有種去拍哪裡 去拍哪裡 我才不會理你們的 我只要給更多想要知道真相的朋友 知道啊 其實很多的訊息 背後啊 有非常大的命 其實真的 我接觸到很多大陸朋友 他也不擔心你來看啊 那當然有地方有人潮 有地方沒人潮 那台灣難道不是這樣嗎 台灣每個地方都篩爆嗎 那我之前去拍的台北車站 這個人潮算是轉戰最大的地方 那怎麼外面的人潮稀稀疏疏 那讓很多朋友 感覺得到陰沉沉的感覺 所以很多事情啊 不眼見為實 就不要輕易的去評論 不可思議 好了 如果喜歡今天這集 記得按讚 然後幫我訂閱 幫我按下小鈴鐺打開 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話 就下方留言 我們是大家見 我們下次見 按燩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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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 本節目 下游 傾 進去 夠 米